各位好 這次我們來分享一下 那個 上次可能沒有補充到的一些ACC的使用方式 現在像我看要匯入加入到 當然 這種情況下我就會踩煞車解除那個ACC 然後切完車道 然後因為這時候就可能需要 煞車或加油門 就要去做控制 那我們就要注意一下車框 然後去做切車的動作 那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就是都會把ACC關掉 因為ACC當然是 在可能你想要切換車道 或操作比較複雜的情況下 我們不要去 不要去使用那個ACC 然後因為ACC當然有時候你用得很熟 當然也可以這樣做 可是它有時候幫你補油門的時候 你會沒辦法反應 所以一般我們在 可能在一天車子多 然後切車道的時候我們就把ACC關掉 然後當我們可能到了一個 穩定的側道的時候 像這個側道 我們不要再操車道 我們在這個側道 那我就會開啟ACC 像我這樣就開啟ACC 然後現在是94嘛 按下去 按SET 它就是 覺得從我剛才95的速度開始定速 那我現在會駕到110 一般駕到110 因為117它就大概開到105 然後就跟前車 然後上次 就是我自己講說我習慣是跟一格嘛 然後當然有人覺得是說 一格很近啊 那個真的可能會有一些危險或風險 但是我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有在常用 當然自己開車習慣 因為有些人本來跟車就不敢跟太近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體驗一下 如果我跟車只跟一格 這個情況下 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跟車 每一個人習慣不一樣 像 這樣的車距 你OK不OK 因為其實跟一格 大概就這樣子算起來 大概就5到6個車身 5到6個車身 一個車身就算4米 3米4米好了 那其實大概就 大概就這樣子 那 你看現在的速度 因為我是定110油 我跑99 因為前車 就跟前車的速度嘛 那大概就4、5個車 其實急煞 如果你在看 你有在注意車況 前車急煞 其實都有辦法反應 除非是就是 你就是分心完全沒有在注意車道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急煞 系統在提醒你的時候 你也就來不及了 但系統可能會 也會提早幫你煞車 有過後煞一下 如果前面不是整個緊急煞車 煞到很死 或是撞車的情況下 那基本上 ACC是有 是有機會幫你煞一下 但是你還是自己注意車況 你會發現 因為我們在看車子 我們不會只看前面這一台 因為還會看到 如果前面這台不是卡車 我們還會看到前面那一台 那 在看到前面那一台的情況下 那當然我就會 我們就會知道 前面那台煞車了 那這台應該跟著煞 那我就趕快跟著煞了 那 那 ACC當然你說 那ACC開的就是要讓我們自己 可能比較放鬆一點 但是其實放鬆是有 有 你也是要注意車況 我只是讓 手 腳 手腳可能 不要一直在那邊動方向盤 然後一直矯正方向盤 我們稍微扶著方向盤 它就會作用了 像這個有稍微扶著 那ACC 你那個LTA 大概靈敏度調最低 基本上這種小幅度的 彎道補償 不太會出事情 那你建議還是自己扶著 建議還是自己扶著 建議還是自己扶著 因為沒有扶著 系統也會警告你 對啊 然後自己有時候要注意看 比如說車子要插 你看 這個 這一個 你看有沒有 我都沒有介入喔 我完全沒有介入煞車喔 當然你就要自己看 它因為如果插車 它是插你插很近 那這個情況下呢 你當然自己要介入 像那種插車 你也是有時候可以相信它 不用去補煞車 那自己看自己 做法嘛 因為 這個是你 你 漸漸的要去跟ACC 產生一個 一個 一個 一些 就是它的一些 運作邏輯 然後去 去習慣它 你就知道哪些情況下 你需要介入 好像這台要切不切的 那我ACC可能就會撞下去 有沒有 有沒有 剛才在叫 可是我還是沒踩煞車 因為它已經有介入 幫我先補一下煞車 然後那台呢 這台 那個 Lustron就是慢慢的切 反而造成ACC在判斷容易 因為 它還沒切進來 可是它越來 車頭越來靠我越來越近了 那 那奇怪 像你剛才看到它閃 就是要碰撞 碰撞的可能 所以它可能 我自己也沒有介入 我也沒有動方向盤 所以系統認為我沒有注意車況 所以它會介入 開始插 可是剛才在插有沒有人急插 因為其實大家速度也都不快 就像剛剛只有大概七八十 所以其實ACC你跟它建立一個 自己知道它運作邏輯的時候 什麼時候 你認為介入是一定要介入 什麼時候不用介入 就讓它去跑 可以放心的解放你的雙腳跟你的手 就是我腳可不可以不用一直踩在踏板上 因為我現在腳就是沒有踩在踏板上 因為我覺得踩在踏板上很累 因為 你如果去開ACC 你還把腳放在腳踏板上面 那腳就是踩在那裡 對不對 所以當然就是習慣它 健行習慣 那我因為是每天幾乎都上高速公路 每天都要用到ACC 所以這ACC真的對我來講 蠻大的 好現在這個又是一個地方 有一個稍微幅度的地方 好我就一樣放開雙手 然後讓它去做修正 讓你知道說ACC在這種小幅度的彎道 是可以做的 但如果這樣做大幅度的彎道 可能要裝外場的 那現在要提出我LTA 但是你這個情況下 它只是提醒你 它還沒有取消校正 但是它會一直提醒你 好有沒有 亮白天了 它就是解除了 所以你自己再晃一下 它會開始幫你補正 因為你要晃它 我有在浮方向板 我有在浮方向板 當然有人會這樣重力快 但是我是認為也沒必要 因為手其實 稍微像我手放在下面 浮在下面 這樣扶著拉著 它也會感應到 也不用特別的處理 所以這次我去解釋一下 我上一個影片說 跟一格的缺點 因為我看 現在我跟一格 其實就是這樣的距離 如果前面要插車 其實講白了 你自己都知道有人要插車 你還不去處理它 那你要讓它裝上去 那你用兩格三格 其實真的跟得很遠 跟很遠的情況下呢 就是一直被插車 然後你就越來越後面 越來越後面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當然是個人的習慣 我是認為這樣的距離是很OK的 因為它畢竟是依你的車速 去調整HC的距離 像前面會塞車 我就大概知道會塞車 我也可以不要介入 我也可以解除 ACC讓它用滑行的 然後我自己去控制 那如果你想要不要解 雙腳就這樣 我就讓它定速就好了 反正前車就減速 我就減速 前車減速 因為前面等一下 就是要下架油 然後就會塞住 那這一塊呢 就是自己要 自己去慢慢習慣 這種ACC它的運作原理 你看我剛剛一整車改 我ACC沒有關過 沒有關過 只有我就是 在那複雜的車道 我們要切車道的時候 那時候關掉ACC 然後當我已經到這個車道 我衝動到尾就沒有去解除它 因為我覺得車速也沒有慢 然後我開車也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必要去超車 因為現在車速 剛剛車速也都不慢 都有九十一百 那它其實速度就夠快 不用在那邊切來切去 然後ACC放鬆 而就這樣開來 而且我還可以跟大家 這樣一直沿路的解說 所以就可以說 欸我 不要說沒有注意車況 就是大概都有注意 像剛剛都跟你講說 欸你的車要插進來了 要注意喔 那個車你看那個 那個Model S 那整個這樣切過來 欸這個都是 可以 可以預知的 但解除就是沒有去解除過 我也沒去 我剛從那現在都沒有碰過踏板 那我現在沒空 按一個上鍵讓它去跟車 我的腳就沒有放到踏板上面 但這個不是 鼓勵大家 因為本來只要有狀況 你就是要介入 真的有狀況 那個狀就是真的 可能要碰撞個狀 狀況的時候 你要趕快去介入 因為我要注意車況嘛 我也不能說開ACC 就一直跟隔壁聊天 都不看車況 那這個真的是 你要死 可能也 也 即便有ACC沒ACC 你也一定會有問題 因為 再搶的ACC 當然現在是L2而已 可能要到未來的L3 這個可能都還要在 兩三年才會普及 可能都會在比較高檔的車子 才會有L3 那可能L3要普及到一般的車子 可能又要等一段時間了 我是幾百萬級距的 因為你特斯拉 來講它現在也只有L2 它到更高等級的話 那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以上是我的介紹 謝謝大家 觀看影片